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又來介紹牌組啦 今天大年初一,昨天大家點夜飯吃的開心嗎? 對,那有沒有拿到多多的紅包呢? 我們今天來玩我們的古代機械套牌 那因為新牌這個數量比較多 所以我可能會介紹的比較快一點 那我相信各位在天梯已經開始遇到很多的古代機械 那我也打了不少內戰 那基本上這副牌我是有評估過我才買的 那目前為止,第一副只要一千的寶石 那後面都要課金 那我照慣例我只買一副 那一副能買得起來 主要是因為我有評估過有一張卡可以拿來檢索 對,這樣會給各位看 好,那先給各位看比較常見的搭配 像這個,就是我內戰的其中幾場 像這個就是很常見的搭配 他的場地就會放三張 因為這張場地被炸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特殊召喚古代機械 從牌組目的和手牌直接拉一隻出來 所以你就會發現 大家就是會用這種場地 然後配合那種可以破壞場地的 像這副牌就是用銀河旋風 只要炸掉場地就可以直接拉出來 這是蠻常見的搭配 對,那大部分都是這種 那我們這副不是走這種路線 因為你只買一千的話 你是沒辦法拿到三張場地了 好,那我們回到我們的牌組 好,那我們這副就是玩便宜版的 那便宜版的 不外乎就是利用古代機械層直接召喚 可以召喚這隻新的熱河龍 也可以用融合召喚出我們的救急巨人 那我比較喜歡用救急巨人啦 因為新的牌的檢索加入 讓我們救急巨人上手的機會變得更高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玩呢 主要的關鍵卡 把他們串起來的關鍵卡 主要是這一張 專地人跟一開始的模型跟飛龍 那我簡單的講 因為卡比較多 專地人是用來檢索 機械屬地屬性等級4的怪獸 直接加入手牌 但是召喚的那一回合是不可以攻擊的 所以如果你騎手有牌比較好 就是如果你是先攻 那不可以攻擊也沒差 那你就可以檢索牌 飛龍也可以檢索魔形 因為他們都是地屬性等級4 也可以檢索騎士 也可以檢索機械箱 那機械箱被檢索的時候 可以直接從牌組拉一隻 攻擊力或守備力為500的機械組 那他就可以拿來拉這一隻模型 模型守備力剛好是500 那模型上場的時候 他只要捨棄一張手牌 他就可以拉古代機械巨人 對,你丟一張就拉一張 對 那 他跟其他的古代機械一樣 在發動的攻擊的時候 對手是沒辦法發動魔法陷阱的 而且這一張被炸掉的時候 因對手效果炸掉 離開場上的時候 可以無視條事件 從手牌直接召喚巨人 對 那這一張是裡面 我覺得最強的一張 那基本上如果你在天梯遇到 這一張大概應該都是放滿三張 那這一張是只要你一召喚 他就可以直接從牌組拉一張古代機械的牌 那沒有講魔法也沒講陷阱 也沒有講是怪獸 非常的好用 他就可以直接拉了 非常的強 那直至回合結束時 是不可以蓋牌的 所以你用這張機械飛龍要注意 牌要先蓋才下這隻怪 不然你先下怪就不能蓋牌 那我犯了蠻多這個白癡錯誤的 所以我基本上我後來就是學乖了啦 那死卡攻擊的時候 只是傷害步驟接觸 對手不可以發動怪獸效果 但是魔線可以發動喔 所以他比較特利 好 那這一張新的這一張是我們的 熱河龍 那熱河龍是效果 圈圈一跟圈圈二我們就不看了 因為我們基本上不會用釋放的怪獸來 那我們基本上是 慈卡攻擊的場合 傷害步驟結束時 對手不可發動怪獸魔法陷阱 多了一個怪獸效果的防護 那第四個 慈卡攻擊傷害步驟結束時 選擇賞上一張魔法陷阱卡 破壞就可以炸對方的一張牌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街上的 就是天梯的國在機械 他會用這個打完 那他會順便炸他的場地 或者是炸他的另外一張魔法卡 對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他不錯用 對還蠻強的 好 那 簡易的流程跟各位簡單說明一下 酸地人下 酸地人檢索機械箱 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 機械箱被加入手牌 可以再拉一隻 那我們就會拉這一隻 那這一隻下就可以拉 我們的巨人 對那如果你運氣很好 就抽到飛龍 那飛龍直接一下就可以直接 看你要拉哪一張都OK 那其他的保護一定是有必要的 死者的貢物 我打了很多內戰 貢物很好用 對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一直下關 就一直減鎖 所以不能抽牌 對我們來講 沒有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威脅 那 橫衝直撞 主要是因為分段我就不放了 因為太多內戰了 那 融合就是用來 叫救急巨人的 那加拿大蓋起來 那脈衝就是直接讓他躺好躺滿 對 那應該算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好 那 我們先來看 我覺得沒有特別要看的盼力 因為都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那就直接來看回放吧 好 來第一場打我們潘朵啦 好 那像這個就是 其實有點衰 因為沒有後台保護 其實有點危險 好 那機械城下 來這一隻一下 最好的情況下 因為他 剛好是先攻嘛 先攻很好嘛 因為先攻 你本來就不可以攻擊 那我們檢索機械箱 機械箱 機械箱被加入手牌 可以再檢索一個 那我就拉一張騎士 因為我這一張 魔線已經到手了 好 來對方直接雨炫 直接炫掉 雞巴 好 好 那直接一個滴滴攻擊者 幹爆我 好 那我們一個脈衝炸彈下來 一個找地魔神王 檢索一個融合 好 來 那就直接給他融合一波 來把三張作為祭品 直接叫出我們的 土袋機械救急巨人 SWEET 好來 馬上被一個家拿到 那基本上他很難解我啦 好來 下這個1600的怪 好來 對手打過來直接吃我一個賣蟲炸彈 好來 那這時候反轉這個巨人之後 直接給他一個重傷 來巨人 這隻捨棄手牌拉一張巨人 那 模擬箱用不到的就可以拿來丟 還不錯 來直接打過去 對手不能發動怪魔法陷阱 直接解決 SWEET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這場打我們貝卡斯 基本上救急巨人出來 除非對方用控制器 或者是貢物直接炸掉 或者是線坑蓋起來 不過基本上很難解啦 好來對方我們一個古代機械 那先攻比較好 因為先攻可以先放一個技術物 來我們直接拉了一個模擬箱 來利用模擬箱直接拉出我們的模型 那模型等一下就可以拉我們的大魔王 來我們一個加拿大蓋下去 結果對方也是古代機械 直接打一個內戰 哇好來我們直接把他蓋起來 不讓他發效果 好那一個古代機械 來我們就直接叫出我們的熱河龍 好來熱河龍直接打過去 沒辦法發怪獸效果 但是沒有辦法穿透 因為我們不是釋放古代機械 但是結束階段 就是戰鬥結束後可以炸對方的後台 好那他對方暫時沒有辦法伸招 好他下一個騎士 但是騎士跟熱河龍還是有差的 好來直接捨棄之後再拉一個巨人 來打過去沒效果之後 直接開一個死者共物 炸掉直接收尾 水 不怕他的粒子球 來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這一場打我們教授 好來一個古代機械 好來結果我們直接下一個專地人 直接檢索機械箱 來箱子打開之後 來一樣拉模型 來非常快的 就讓手牌非常充滿了古代機械的牌 好來對手直接下了一個飛龍 那飛龍直接把他蓋起來 那我覺得這邊可能帶大家注意一下 他飛龍如果先下 他不能蓋牌 那如果他是忘記 那他就是自己自己耍笨了 對通常要先蓋牌再下飛龍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很急著想把他蓋起來 那我覺得我就有點太急了 好來對方一個齒輪接 好來一個要塞 那這個要塞也蠻麻煩的 要塞那一回合 但是不會被指定為對象的 剛召喚出來 來我們一個熱河龍幹爆他 好來直接炸掉他的要塞 那要塞被炸 可以會直接從手牌跳一隻 對 我那時候沒有留意到啦 好來一個行星探測車 來直接拉了一個齒輪 來我現在是跟土豪牌 跟平民牌做一個對打 來一個濕熱公物直接炸掉 再見 Sweet 好來直接兩隻 來我們再拉出我們的巨人 直接兩隻直接過去 3000 1600 內戰勝利 爽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來這一場打我們16頁 哇我一直打內戰 一直拿古代機械的內戰 這覺得很好笑 這兩個人都在那邊狂想要叫巨人 好來一個墓地慢升 好來對手下了一個迷迭香 來我們古代機械 那看後宮就比較不利 因為你看他的通招我們就吃不到他的技術物了 對所以先攻比較有利 好來下一個專地人 利用專地人解鎖機械箱 利用機械箱再檢鎖一個專地人 我想就是把牌多檢鎖一點 好那兩張直接給他蓋好蓋滿 一個加拿大一個公物 好來對手準備要同步了吧 好來一個方向花園 來方向花園的效果直接轉手 來打過來 來直接被他幹 我沒有選擇要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那這時候再下一個專地人 來利用專地人的效果 減鎖機械箱 來機械箱的效果 減鎖我們的這個模型 那這樣基本上很多怪都到手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來迷迭香轉手 來打過來 直接把我幹爆 來再被我一個加拿大蓋起來 來 那該我反擊了 剩下三百有點小緊張 好來直接下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模型直接先掉他 好那我們再下一個橫衝直撞 好來打過來 直接被幹爆 好沒關係 等一下下一個老鷹就沒問題了 等一下下一個飛龍 好來直接利用橫衝直撞解掉他 好來飛龍下 直接從牌組 減鎖一個古代器械巨人 那不用跟他客氣了 來融合 把三隻直接作為這個 釋放的這個 直接祭品 直接叫做我們的古代救急巨人 我要用這隻過來對付我的學生 好來蓋 直接打過去 好來 那對手都不能發動魔線 非常的好用 來我們直接伸招 把這兩隻作為祭品 直接伸招 好來 對方一個加拿大把我蓋起來 不過沒關係 我繼續幹 來 他幹爆對方的時候 可以炸爆對方的一張後台 水 我們基本上兩隻大怪 強力壓制他 好來巨人復活 好來打過去 來對方一個彩虹生命 我也是醉了啦 好來先幹掉右邊那一隻 不要讓他加血 好來又來又來 你再來你再來 你很會你很會 好來我直接穿破你 來對方一個女神加石 來我最愛女神加石的 因為我這隻等下幹爆他 我就炸他後台 好那我們利用這隻熱核龍穿過去 扣900之後 來再把他的後台這個加石炸掉 水 扣3000 來最後一集 3000直接秒他 水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 回放最後一場 打我們海馬賴人 這種便宜版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玩玩看 那如果你對古代機械沒有特別熱愛 或者是你乾脆就直接刻滿三張 你可以去玩玩其他的沒關係 好來一個齒輪人 齒輪直接拉 機械箱 機械箱直接在拉 水 直接就拉了三張古代機械在手上了 來一個冰果機勾勾 哇 白龍牌啊 兩個都是高公的牌 那打白龍有點不利的點 是因為基本上對方都是特招 所以我們的機械層吃不到他的通招 好來打過來公物直接炸掉 爽 好來下一個古代機械的模型 來丟掉剛剛的模擬箱 那這時候就萬事俱備 對紙欠融合融合 直接叫出我們的古代機械救急巨人 肌肉棒子 來對手在攻擊的時候 無法發動魔法獻金卡 你的後台就算是 怎麼會是加拿大 尷尬了 好那對手直接放棄治療 直接讓我們幹他一波 好來最後一集 巨人衝擊 水 好那相信 對古代機械應該還是蠻多人 之前在他剛出來的時候蠻有 就是他有一段是熱潮 那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因為剛好在熱潮上面 就遇到一大堆內戰 對但是因為要課金 所以基本上我就只能玩 玩得起便宜版的啦 想玩便宜版的可以買一千 就是買一副來玩玩看 對那可能之後譬如說像5DS活動 就有一次來給SR券啦 像之前白玲瓏也只能跨課金才能拿三張 那現在如果之後有再給 那還是有機會可以再拿到啦 好那我們來打實戰吧 好來實戰打我們尾目魚泰 好來我方先抽 那這樣就對我們比較有利 好來直接鑽地人下來 利用鑽地人的效果直接拉 來直接檢索來 我通常都檢索模擬箱 除非我其他都已經上手了 對那基本上 我想一下喔 有點想檢索飛龍 來直接拉一張飛龍 好來那蓋一個脈衝炸彈 因為飛龍可以直接拉我想要的巨人 當然會比一般的套牌三個都買齊的慢一點啦 因為三個都滿齊 抽到飛龍的機率就比較高 哇靠 直接來一個銀河旋風是怎樣 來一個脈衝炸彈打開 好險這個齒輪端地人 他也是屬於機械組的 好來蓋了一張 再蓋一張 哇賽 這麼會蓋喔 我真的要跟你說聲恭喜發財捏 好來抽牌 哎呀公務好 那我們先下一隻飛龍 啊完蛋 啊白痴 啊我犯了一個錯 各位知道犯我什麼錯嗎 飛龍下之前 你要先把你要的牌先蓋上去 因為飛龍下了之後 效果發了之後就不可以再 就不能再那個了 就不能再 就是蓋牌了 哇這下尷尬了 好來一個找地魔神王 那我們先叫救急好了 好來不用跟他客氣 直接融合 那因為飛龍跟那個 模型的加入 基本上叫出救急巨人 就是讓巨人比較好上手 那就是檢索性就比較強 基本上叫出救急巨人的這個機會 就比較高 好來直接三隻叫出我們的救急巨人 打過去直接教你做人 哇馬上被加拿大 雞吧 唉我剛剛沒有蓋到牌 其實我覺得有點危險 好來我們先把齒輪哥轉過來吧 好那先結束 那基本上我們的巨人卡在那邊 那基本上我們的巨人卡在那邊 對方應該是不好對付 那基本上我們的巨人卡在那邊 啊他要拆我的魔法了 煩死了 他可以拆一張永續魔法 唉唷煩喔 被扣500 就算他假面變身 他也只能直接攻擊我 哇蓋三張你這麼會喔 好來那我們下一個模型 不要是無底線坑啊 一定是加拿大給他放好放滿 一定還有加拿大 這不用想一定還有 超討厭加拿大 但是加拿大真的自己用的時候很爽 好來準備打過去 哇進幣啊沒關係 四千四扣一半兩千二 還是打得穿 好來對手的加拿大跑回來 讓我直接穿透 哇兩張金幣你好會 那兩張金幣就不適合再打過去了 好先暫停 好便宜版的果然就是 只能自己再找方法來玩 對因為像那個場地啊 還有那張後台的那個永續魔法 就沒辦法拿出來用 因為你只有一張 其實說真的有點困難啦 對你還要放一大堆的 解鎖場地的那個 這叫什麼啊 輕輕探測車 不會要跳了吧 好來支付兩千點 把金幣留著 好那我 他會有假面變身嗎 他可能覺得我那一隻很難對付 我的四千四打他的那個 古代食物我就贏了 因為四千四扣 扣沒有耶 才兩千二 兩千二扣一千二還有一千 好一個局部性巨峰 好那我們先 哇你是在吹什麼吹 好啦直接炸掉了 炸爆他的神聖小子 又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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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死了 好來抽牌 喔沒有沒有沒辦法抽 因為 好來那個金幣在那邊 殺不死他 好來扣一千 再扣八百 哇剩兩百 不會被反殺吧 我把神聖小子打掉 會不會他可以抽牌阿 我好煩耶 我最討厭神聖小子抽牌了 絕對阿絕對不能打 哇 沒關係 等一下用那個 用模型跟他對爆 欸他直接不抽牌阿 放棄治療了 不會吧他要自爆阿 哇咧 直接放棄治療 好那我們就給他最後一集了 抽牌 來專地人 來直接給他最後一集 水 再見 爽 好我們再打一場看看 好來這一場也是打 這要說一定內戰嘛 來對方一個古代機械 來我們啦我們先 來我們先下一個專地人 利用專地人直接檢索 來我們就拉一個模擬箱 來模擬箱被加入手牌 直接再拉出一個我們的 模擬箱效果發動 直接再拉出我們 我看一下喔 好再拉出我們的這個 這個模型 好來加拿大 蓋上去 工具蓋上去 好來結束 那基本上 哇對方也是古代機械 對那我們比較有力 因為我們先供 我們先吃到通招 好來下一個齒輪接 好來下一個齒輪接 哇直接從旋風炸掉 那他的那張場地如果被炸掉的情況下 他是可以直接拉出一張 就是古代機械巨人的牌 而且可以直接從牌組啦 哇又再連鎖一張 搞什麼啊 哇我要被幹爆了 我這張真的被幹爆了 哇兩張後台直接被炸爆 哇 他應該 欸 不會跳怪嗎 欸 欸 沒有跳怪 什麼狀況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一下 什麼狀況 錯過發動時機嗎 還是 是 是不是錯過發動時機 因為他太貪心了 第一張被炸爆 然後 還沒有發動 就再連鎖第二張 哇 就叫你不要那麼貪心 好來我們下一個模型 好來利用模型的效果 丟掉我們手上的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 模擬箱直接拉出巨人 好來直接扣他兩千二 沒辦法發動魔法陷阱 好來下一回合利用我們的 機械層 直接叫我們的巨人 那他現在沒辦法叫巨人 因為他只有一個 好來行進探測車 好來一定是把探測車弄掉 好來一個齒輪接 那他要有可以破壞的才有用 哇 魔法出去 哇賽 好來魔法出去直接炸掉 來那他就可以直接跳了 直接拉出來 從牌組拉 那應該會拉那個龍 那應該會拉那個龍 對 哇三千五 三千六 好硬啊 他打我的時候如果戰破完我 我會被炸 我不希望他炸我的機械層 所以我決定給他打 因為他搞不好他會去炸我的另外一張 魔線 對 好被幹包 來炸我右邊的 右邊的 不要炸我的層 不要炸我的層 欸沒炸 欸不是可以炸嗎 不是可以炸嗎 他沒炸欸 什麼狀況啊 那我就不客氣囉 好來使用古代機械層的效果 直接當作兩個祭品 直接召喚出我們的古代機械居人 站到前面 好 那剛好他剛剛沒有把我橫衝直樁炸掉 那就是他的損失 好讓你見識 鑽地人的厲害 讓我鑽你一波 好來打過去 來沒事直接橫衝直樁打開 好來選擇地屬性 好再見 明天見 來直接最後一集 巨人重擊 水 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簡易版的古代機械 這種比較窮的這個版本的 就推薦給大家玩玩看啦 那如果你客得起 你就去玩比較精緻版的 好那祝大家這個新年快樂 這個這家年假都過得爽爽的 我是晚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並且分享啦 那歡迎底下留言 有問題就討論吧 各位再見